沙特记者凯舒吉的名字,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,开始少人提及。 但爱好自由和民主的美国媒体,似乎并不想让它被遗忘。 当地时间4月1日,《华盛顿邮报》报道称, 卡舒吉的四名字女将获得沙特政府方面的高额补偿。 其中包括价值400万美元的豪宅,和有生之年,每月不少于1万美元的补偿金。 并煞有其事地表示,这件事情已经得到现任沙特政府官员、前沙特官员, 以及与卡舒吉子女关系紧密的多位人士确认。 文章中提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。 例如卡舒吉的两两女将得到的房产,位于沙特西部海滨城市吉达。 这些补偿是沙特政府与卡舒吉的家庭成员,所达成的长期和解协议的一部分。 其中最重要的目的是确保后者,在对外表态时保持克制。 言下之意,就是不要将父亲的辞职向沙特政府或王室。 不少国内媒体,特别是自媒体转载时的标题,都是沙特怒掏上千万美金。 换卡舒吉子女闭嘴。 但在笔者看来,事情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 更像是华尔街邮报,及其老板世界首富贝索斯,与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·本萨勒曼为代表的沙特王室与政府,乃至与沙特关系匪浅的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一场媒体战。 对于华尔街邮报这篇报道,到底可不可信? 笔者不妨从两个方面来分析。 首先就是沙特政府向凯舒吉子女提供补偿的目的。 这也是华尔街邮报刊登的文章中写道。 但国内多数媒体,不知为何并未提及的内容。 从沙特人的角度来看,向死者家属提供补偿,或者说服续金,是他们宗教和民族文化的体现。 当有人因天灾人祸失去至亲或经历痛苦时,他们愿意慷慨解囊。 尽管沙特政府并不承认是沙特王储本人下的命令,但已经承认凯舒吉是被沙特安全人员直接杀害的。 从他们的角度来说,国家层面给出补偿自然和情合理合法。 应要说这笔钱是为了封口不能说没有道理,但总是有些自说自话的意思。 而从凯舒吉子女的行为来分析,凯舒吉西夏二子二女,各自对其父遇害事件的态度并不相同。 按照《华尔街邮报》的报道,他的长子萨拉赫,目前负责与王室谈判,以便是自身利益最大化。 女儿们偶尔会对外介绍凯舒吉生平,并揭露沙特政府的残酷。 对凯舒吉名誉相对看重一些。 小儿子阿卜杜拉,则心心念王储穆罕默德,价值4500万美元的达芬奇画作。 希望以此作为其父被害的补偿。 儿女之中,除了萨拉赫愿意继续在沙特生活外。 其余子女目前均定居美国,并计划将沙特政府送给他们的房产变现。 报道上这么写,但事实是凯舒吉遇害事件发生不久。 萨拉赫与阿卜杜拉两人,在接受沙特国王和王储的召见之后,就前往美国与母亲会合。 并以美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意,接触已准备发起针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法律诉讼。 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沙特。 想必也是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沙特政府送钱送房释放善意,还可以理解。 还指望卡舒吉子女保持沉默,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。 话又说回来,沙特的国际形象已然如此。 卡舒吉这样大名鼎鼎的记者都敢杀害。 想必其子女更不会被放在眼里。 送钱送房以封口不一定起作用,还给人落下口时。 这样的主意,要是有人敢出给沙特王储。 估计下场可能得比卡舒吉还惨吧。 华尔街邮报报道中的不符合事实与不合理之处,还人不止这些。 一个小例子。 报道中提到。 沙特法庭已经开始对卡舒吉案涉案人员进行审判,但所有的审判都是秘密进行的。 这显然不符合真实情况。 事实上,卡舒吉案每次开庭审理时,沙特政府都会邀请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驻沙特使馆参加旁听。 一些沙特当地媒体人士也会受邀。 这点小事,想必应该瞒不过神通广大的华尔街邮报。 这种关键的细节,在报道中被忽略。 如果不是故意,就是作者的专业素质值得怀疑,所有看似不合理的地方,总是有它的合理之处。 几乎与华尔街邮报刊登这篇与卡舒吉案有关的报道同时, 全球首富亚马逊执行长杰夫贝索斯的安全顾问盖文德贝克,指责沙乌地阿拉伯,侵入贝索斯的手机。 称沙特政府发起了一场针对世界首富的行动。 盖文德贝克表示,已经将沙特侵入贝索斯手机的相关证据,转交给联邦官员。 但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证据。 也没有进一步详细阐述他的说法。 要知道,贝索斯拥有华盛顿邮报,卡舒吉生前就是这家报纸的专栏作家。 而在前者遇害之后,这家报纸也花了大量篇幅报道这一事件。 说到贝索斯与沙特的恩怨,就不得不提到现任美国总统克朗普。 2013年,贝索斯宣布个人出资2.5亿美元收购华盛顿邮报,并在之后的美国大选中,多次利用华盛顿邮报,对特朗普进行攻击。 当时在竞选中的特朗普就曾表示,如果我在大选中胜出,亚马逊就有麻烦了。 而上台之后的特朗普,更是多次斥责华盛顿邮报为假新闻。 卡舒吉案发生后,华盛顿邮报多次则指责特朗普,为了保护沙特王储,不顾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观。 2019新年一时,贝索斯宣布离婚。 美国的国家询问报,随即释出了贝索斯与新闻主播桑雪斯在一起的照片,并且还拿到了贝索斯传送给桑雪斯的暧昧简讯,与火辣自拍照。 而国家询问报的老板大卫佩克,正是特朗普的长期好友兼政治盟友。 他旗下的美国媒体公司,曾向沙特财团寻求融资,并曾出版一本总计97页的杂志。 圣旦沙特在年轻王储穆罕默德·本萨勒曼的领导下,呈现出崭新风貌。 看到这里,想必聪明的读者,已经能把卡书籍、怀尔街邮报、贝索斯、沙特王储和特朗普之间的关系屡明白了吧。 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尊重。 现代社会中,已经没有了法外处决存在的空间。 另一方面,新闻报道,应当是以事实为准绳,而不是捕风捉影胡乱猜测,甚至是颠倒黑白。 更不应当是掌握权力和财富者,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。 而现实中,一边是操住媒体大棒的世界首富,一边是石油帝国权势薰天的储君。 不知这场遭遇债,会不会变成持久债。 但可以想见的是,卡书籍的儿女们,以后应该会离政治和新闻都远远的。